大家好,我是小燕 今天用莲藕给大家分享两种美食 我们可以做到营养美味,而且不浪费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具体做法吧 把这两截莲藕从中间掰开 然后莲藕的外皮刮去 清洗干净以后再切成厚片 再改道切的小一点切成小块 然后放进绞肉机 盖上盖子,把莲藕打得碎一点 再倒进一个大盆里 里面可以加入一勺清水,也可以不加 如果莲藕比较鲜嫩就不用加水 如果是粉糯一点的藕可以加入半碗清水 拌匀以后倒进一个纱布里 加入清水,主要是为了淀粉水好沉淀 然后把里面的淀粉水挤出来 挤在一个大碗里面 把挤干的莲藕碎还倒入盆里 用筷子把莲藕搅散 里面放入10块钱的肉馅儿 放入葱花,放入葱花,姜末 少洗的十三香 搅入一勺老抽 一勺生抽 一勺食用油 一勺花椒水 然后搅拌均匀 然后搅拌均匀 因为以后加入一勺食盐 继续上下拌均匀 接下来里面加入两勺玉米淀粉 继续搅拌均匀 搅拌至莲藕肉馅有了粘性 然后下手算出一个小剂子 用掌心搓得圆润一些 这样就可以了 搓好的藕丸子先放入一个盘里 起锅倒入食用油 油温加热至五成热 可以把碗子一个一个的 慢慢的放入油锅中 可以贴着锅边放入碗子 用中小火慢慢炸 碗子定型以后进行推动 以免粘连在一起 炸至表面有点姜黄色 就可以控油先捞出来 等待把油温继续升高 把丸子积蓄一下入锅中 翻覆炸一分钟 然后快速的把丸子控油捞出来 这样的丸子炸出来 焦香酥脆 里面软糯又好吃 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用来炖菜 味道吃着嘎嘎香 喜欢这个做法 可以收藏试作哦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莲藕的淀粉的用处 可以看到 淀粉水已经沉淀好了 现在把上面 轻一点的水倒出来 用手指触摸一下 白白的淀粉已经沉淀好了 可以用一个漏网布再过筛一下 以前老一辈人做红薯粉条 都是这样做的 吸一点的淀粉水会过滤出去 剩下留下来的就是藕粉 等它干了以后 可以将它腔起来 可以放进一个玻璃杯里面 如果是成块的淀粉 可以先用温水化开 用一点点温水化开就可以 里面可以放入葡萄干 再放入烧开的热水 热水不要放太多 太多就不粘稠了 然后搅拌均匀 这样藕粉糊就不会结块 这样非常营养美味的藕粉糊 就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做法 就收藏起来吧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评论留言转发哦 谢谢支持 欢迎订阅